中国比较出名的德西汽车可能就是宝马奔驰系列 这两个品牌在我们大众的心中就是有钱的代表 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 不知道有没有细心的网友去了解过宝马汽车 而最近有网友在网上说 宝马M760系在德国没有汽油版 而中国却有 宝马本来就是出自德国 竟然中国有的德国没有 这可真让人心奇 这位网友还在网上说的这件事让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 宝马7系在德国一共有十几个车型 其中柴油版占据了八个 剩下的都是混合动力 没有一个是纯汽油版的 而且不仅仅是7系的汽车没有汽油版 宝马其他系的汽车也都是柴油的 这就让人很不能理解了 其实这是品牌高层的主意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 汽油是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的比例的 如果不生产汽油版的 就很有可能占据不到市场的优势 只有顺从我们中国的市场才能让销量提升上去 但是对于高层来说 他们是非常不愿意生产汽油版的 主要的原因是汽油对汽车的性能得不到最大的提升 如果是用柴油的话 就能最大程度的提升汽车的性能 包括发动机的运转等等 柴油是更适合汽车的 而这两者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普遍来说 一款相同的汽车 如果一个用柴油 一个用汽油 柴油版的会比汽油版的 在速度上灵活性上要高出很多 所以高层在德国还是坚持用柴油 而不生产汽油的 这也是高层希望能让宝马的性能全部得到体现 不然制造的这么好不白做了